在人群中里 是你的声音 缺缺的声音 你把脚踮起 你仰着眼睛 看云在聚起 面对着层层跌跌雨来风雨 一座豪洋饭准备冰住呼吸 努力在循环爱的动力 身边人多多少少贪恋大地 你缺心流转天的空气 你不求变成万种最良之一 相信会有一公里的生机 就等待着你 等在披荐的那里 你会留下偶尔的泪滴 是因为感动已满你的心 勇敢指数 我返到这里 相信会有一公里的生机 就等在你摇紧我 你要经过的那里 你才奔向最梦的朝鲜 是因为感动已满你的心 我无以为 因为勇敢指数 翻到这里 但求最坚持地 也不愿意满是只有我 え 你才能相信我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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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 他被威廉侮辱 羞愤自尽了 不说 不可能的事 是真的 是威廉家的婢女说的 现在那些婢女 都不敢回威廉府了 我不相信 威廉先生不是这样的人 这件事情应该是真的 之前有个威廉家的婢女 也是因为这样 为了反抗威廉先生 最后被灾状神小偷 送到警察队 为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跟这样的人合作 我们为什么要跟他们做生意 这是袁总统的安排 我也没办法 更何况 他是代表英国和中国的合作关系 像这种卑鄙无耻的畜生 凭什么跟我们中国合作 大帅 好好好 你们女人不会懂的 不过是个丫鬟嘛 难道要为了一个丫鬟 破坏一个国家的计划 人民的福祉 可丫鬟也是人呢 更何况 他妈妈把他托付给我 可现在 我怎么向人家交代呢 好了好了 我不想讨论这件事 多送那钱就安抚安抚 大帅 大帅 四太太 大帅应该有他的为难之处 你还是保重自己吧 我想像威廉这样的人 迟早会有报应的 唱堂会 没错 齐大帅为威廉搬家办个堂会 我们认为啊 这次极有可能是为签约做掩护 上次在汉口 我们因为场面混乱而失手 那么这次 我们绝不能冒险潜入大帅府 难道这一次 我们就真的无从下手了吗 知道也不一定 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消息 齐大帅的四仪太江敏 他入大帅府前 曾经是个进步学生 或许我们可以从他身上 找到突破口 交给我吧 我去跟江敏进行接触 争取查清堂会真相 好 我去跟江敏进行接触 四太太对威廉这么反感 为威廉先生办乔迁庆祝的事情 到底还要不要办呢 当然要办 钱密约的事 不能再拖了 鬼啊 谁 鬼啊 有鬼 有鬼 有贼 保护大帅 你得给我走 是 快 这边 快 四妈 我妈她说又看到鬼了 她正要请到处来去鬼 你怎么了 你在哭啊 我没事 我只是有点不舒服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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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啊 啊 雪儿 来人 出来出来 看他 开门 就你被伤害他 你放心 我不能伤害任何人 只是这里伤伤下下都是人 你 让我先委屈你了 你敢结束我们四太太 你不想活了 把刀放下 放下 放下 我们开枪了 不许开枪 放异 刘易 不要他们把枪放下 你把刀放下 最好让我安全地出去 否则我杀了他 我为什么要放了你 万一你伤害他 不 我跟你们不一样 你们这些军阀的走狗 对于那些无辜的人 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女人 统统不会放我 而我们爱国会的人 不会滥杀无辜 只要你放我走 我向你保证他会平安回来 把枪放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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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 dw得不过 这边卡子 我去死足球 这边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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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董哥 你们俩 干吗 有没有 没有 没有 快 那边 这边卡子 到那边走 快 到那边收走 对不起 也可以走了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出生入死的 好好活着难得不好吗 秦云天为了国家 大半辈子都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 我们齐家的人 也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你们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针对他 可是他却在计划着伤害我们千千万万的家人 他跑去汉口 提员大头跟英国人签订卖国蜜月 这难道不是伤天害理 什么卖国蜜月 什么蜜月 什么蜜月 割让国土 以换取英国的金钱和武器的蜜月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他会出卖我们中国 他不是这种人 秦云天跑到汉口 去签约被我们的行动破坏 而英国的卫廉又追到上海 来继续密约的签订 这就是事实 我们中国也就是因为有袁大头和秦云天这种人 才让那些英国人百般无耻地觊觎我们的国土 领虑我们的百姓 难道不是吗 你也是中国人 也曾是进步的爱国学生 我相信在前面的心深处 也绝对没有办法 你眼睁睁地看着百姓受不护 却假装看不到才对 中国现在非常需要你的帮助 你明白吗 过来 随便看看 回来啊 墙后 墙后面 脚印 仔细地走 是 那布后面呢 我把雷 撩起来 撩起来 这边再拉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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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过来 这边过来这个 是 那边不是看着还有后门呢 你走吧 我来引开他们 快走啊 多谢相助 救命啊 救命啊 四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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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李多 护送四太太回家 是 别别别别人 你怎么可能 你什么还可以 看着你 我现在听到你 是 那种 您 是 不 我 不是 你 你 封一 你真的变了吗 你忘记了于先生对我们的教诲 你忘记了我们共同的理想 成了背叛国家的人吗 如果真是那样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宁儿 你受惊了 我没事 宁儿 还在生我的气啊 从你嫁给我到现在 你帮忙照顾家里的人 在外呢 又帮我打理一切 我对你的疼惜 也应当明白 我需要你 知道吗 好好歇着啊 就这么判断我 snow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 我就觉得奇怪了 怎么一大清早的罗斯就起来了 还跑到外面去干嘛 更奇怪的是 副队长怎么也一大清早的就跑来找小姐呢 偏偏这两个奇怪的事情 怎么都挤在同一个大早上了呢 你是怎么了 看罗斯不顺眼呢 我哪里是看罗斯不顺眼啊 我是替小姐担心嘛 拿我跟个小丫头比 你以为我会谢你啊 那要不然 我们就去找她问问清楚嘛 给我啊 罗斯 你来这儿已经好几天了 还习惯吗 习惯 怎么会不习惯呢 这里一切都好 乔姑娘好 姐妹们好 我觉得这里简直就是天堂啊 那可糟了 你看看都怪我 这些天光忙着副队长的事情 把你的事情都给耽搁了 不糟不糟 这里一切都好 怎么会糟呢 傻孩子 你不知道 有些事情一旦习惯了 就很难改变 就好比说 你习惯了每天见到一个人 如果有一天突然见不到 你会很难过的 嗯 就像 我哥哥死了以后 我还天天在家 等着她下工 回来一样 所以呢 我必须得在你习惯这儿的事事务务之前 帮你安排好去处 去处 我在这里什么都好 我不要什么去处 你忘了吗 我曾经说过 你是一个人才 需要好好的栽培 可惜啊 我并不是一个好的老师 乔姑娘 我不想做什么人才 我就想伺候好你 那可不行 你的恩人会怪我的 原来 是副队长 他不希望我待在这里啊 你放心 我安排你去的地方 绝对会善待你 只是 需要你自己来决定 到底是要卖艺 还是要卖身 卖身 不行 不行 绝对不行 我哥哥说了 人是要有骨气的 就算我被冻死 我被饿死 我都不会去卖身的 即使你可以过上像我这样的生活 你也不从 不从 不从 坚决不从 好 有骨气 明天一早 你就去花月剧团 小姑娘 怎么好像不高兴呢 是不是我说错什么了 我要是她呀 早就被你气死了 我到底说错什么了 地址都记下了吗 嗯 记下来了 谢谢姐姐这些日子对我的照顾 等一有朝一日 我赚了大钱 我 副队长 你带着包袱想要逃跑吗 我没有啊 是乔姑娘让我去花月剧团学才艺的 我没有想逃跑 我还要挣钱 我要回老家的 你想回老家 嗯 我的侄子们每天都吃不饱 穿不暖 所以 我一定要挣很多钱 我要给他们买大房子 让他们过好日子 罗斯 如果有一个好人 愿意给你一笔钱 让你离开这里 回到老家 你愿意吗 离开这里啊 那如果我离开这里 是不是就见不到副队长了 不好吗 可是 可是副队长 是你把我从威廉家救出来的呀 我 我是要报恩的 你什么也没欠我 没有 我欠你很多呢 副队长 我去了花月剧团 你会来看我吗 也许会吧 也许 你真的会来看我呀 副队长 我一定会好好学艺 我不会给你丢人的 我不会给你丢人的 你赶快走吧 我 副队长 你是不是喜欢乔姑娘啊 这应该不关你的事吧 再见 再见 这么说 要给威廉先生办庆祝会 嗯 苏伊大帅要我拜托你 安排表演节目 啊 这样 那就请上海最好的花月剧团吧 麻烦你了 嗯 都是这样吧 漂亮 我以为你 так 一本舞就离开 哎呀 谢谢阿坦 啊 我 nickel 不oke 来了这么久才知道 上海原来这么好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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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啊 给你 这个头 头和不像个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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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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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一让 让一让 真好啊 哥 啊 你看 我看 这边就在这 哎呀 到底见你谁啊 是啊 这边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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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看 你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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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啊 哦 是啊 上海可真时髦啊 也不知道以后进了花月剧团 是不是天天就被关在屋子里了 嗯 我一定要把上海看透了 回去后说给小狗子听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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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啊 就这儿 哎 行行行行 找到了 彭三 哎 哎 看来你这师妹有点本事啊 啊 这门面可比汉口的气派多了 这这这又来了 哎 哎 对了 大伙都听我说啊 这个我刚才嘱咐的东西 大家可都心知肚明了啊 千万别给我出什么岔子 啊 这话你都说了好多遍了 我再说一遍也没什么过错 快去敲门吧 哎 你好 有事吗 哎 找一下你们金团长 哦 您稍等一下 我进去说一下 哎 好好谢谢 谢谢啊 师妹啊 哎呀 师哥 怎么是你呢 哎 可不是我吗 哎 好 师妹啊 董事哥 请喝茶 哎 哎 哎 谢谢啊 哎 成为 您是师妹婿吧 哈哈 不不不不不 我哪有那样的福气啊 我是 花月剧团里 一个小小的导演 负责 节目的安排 哎呀 师妹 这团里还有导演哪 啊 啊 那我们这个团的发展和前途那一定是很了不起啊 哈哈哈哈 师妹啊 这师父的在天之灵一定以你的成就为骄傲啊 嘿 不像我呀 师哥 听说你不是一个人来的 哈哈哈哈 是啊 是啊 师妹 人来之前 我心里早就笃定了 彭三剧团这个名号 我打算把它树枝高阁 哎 从此以后 我人生里头没有彭三剧团了 有着 只是你的花月剧团 你的意思是 我打算啊 把彭三剧团一团人的身家性命全部啊 卖给你了 什么 哎 等等 师哥 你没毛病吧 这几十年不见 音讯全无 这一出现 就要把全团都卖给我 对啊 师妹 这肥水不留外人钱哪 你买下我这个剧团 那赚钱的可是你啊 恕我直言 你这一团人 我承担不起 你先别忙着拒绝 我们价钱好商量 再怎么商量 买个团也需要开销的 我承担不了 谢谢师哥 请你来探望我 我还有很多事情 失陪了啊 师妹师妹 你真别忙着拒绝 你不念别的 你也得念我们过去那一段情吧 够了 一码归一码 你把那些陈年骨子半年坑 翻出来套交情啊 江导演 替我送客 师妹 你就发发慈悲吧 我干脆跟你实话实说了吧 我 我现在是走投无路啊 师妹 你就帮帮我吧 如果连你这儿都不肯收留我 我真是没地儿去了 师妹 只要你收留我 什么价钱不价钱的 我绝对不奢望 绝对不奢望啊 给威廉先生办乔迁庆祝会 啊 办庆祝会 那真是太好玩了 挺好啊 是啊 威廉先生 举家 已去到上海来 我总得略尽地主之仪吧 对对对 昨思又想啊 我决定在家里头 替他办一场 乔迁庆祝会 好啊 在家里办啊 敏儿啊 你就别再在意那件事了 算是帮我一个忙 好吗 哪件事啊 哦 没事 是 大帅想做什么 只要吩咐我就行了 我已经 让乔小枝 安排好了表演的节目 至于另外的 这个屋里头 最有见识的就是你了 我相信你一定会 安排得非常的周到 一定会把这个庆祝会 办得有声有色的 既然大帅已经决定 由谁来办这个庆祝会 那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我们到时候 听命行事不就行了吗 来 轩儿 走 妈 你这什么态度 这个家还有我做主的余地吗 横竖 我们大帅府的当家女主人 是他老四 我这个旧人 待着也只有惹大帅生气 我六如梅早就不受欢迎了 我还不如 不如去学大太太去施斩见佛好了 大帅 二姐 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啊 大帅真是心唐你 所以才把庆祝会这种麻烦事交给我的 就是啊 我同意 就当这个家没有我这个人好了 轩儿散不走 妈 妈 喂 大总统啊 啊 嗯 啊 啊 您稍等 您放心 前蜜月的事情 我已经在着处进行了 嗯 嗯 嗯 好的 您小心 什么 你什么都不会 什么都不会 什么都不会你来这干什么呀 是乔小之姑娘见上我来的 很抱歉 我这儿啊 你还要吩咐的吗 仓库很乱 这次演出需要一些服装道具 你和这个新来的丫头把它收拾干净了 是 那这么说 这里已经收留我了 还戳在这干什么 还不干活去 是 是你啊 是你 哎呀 累死了 哎 这就应该是他们说的那个箱子吧 打开来看看 哇 这里有好多漂亮的衣服啊 你看 每件都那么好看呢 我试试 你也啊 说真的 要不是之前见过你 看你这副天真的样子 我还真不敢相信你是女英雄 羽英雄 什么女英雄啊 我知道 你凡事都要小心 不过你可以相信我 我不会把你的身份告诉别人的 我叫丁小雪 我该怎么称呼你啊 我 我 我叫罗斯 罗斯 是你的本名吗 还是 你隐藏身份的名字 你怎么知道这不是我的本名啊 变换身份 更改名易容 对你来说 应该是家常便饭吧 唉 呃 你不能说 我明白 我明白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花月剧团的罗斯 唉 就是 快 快 哎 怎么样 昨晚的情况如何 冯毅破坏了行动 我的身份差一点暴露 冯毅他破坏了行动 看来我们要大进大帅府 盗取蜜月 不那么简单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这次啊 咱们情况有个地方落脚 对对对 我都好几天没睡好了 干什么去了 这下我可得要好睡 我刚收拾完东西 不然我满脑子都想着什么 初来乍到请多观诈 哎 等等 他 你先睡吧 哎 这张脸我怎么这么眼熟呢 原来你被卖到 哦 我想起来了 你是那个爱国会的那个造反分子 我不是 不是不是 团长 你这错人了 他不是什么造反分子 他跟我们一样 也是今天到这来投奔的 是 他就 你闭嘴 这张脸我变鬼也不会忘 我碧玲珑生平第一次坐牢 就是被你给害的 不是 你们在说什么 我叫罗斯 姑娘 你叫什么 那跟我没关系 你说你把我们折腾的还不够 你吐什么 你怎么又阴魂不散 又跟我们来上海 你干什么 你 团长 你别这样 你真的认错了 世界上长得像的人 不是很多吗 没错 我都不知道你们在说谁 还有 我告诉你们 我可是上海有名的巧巧之介绍过来的 你们要是对我不好 他不会放过你们的 真纪队的那个副队长 他是我的恩人 他肯定会帮我撑腰的 是啊 大家和气生财 不管是谁介绍来的 小雪 就算他要留在这边 也没有必要 跟他走那么近 我说姑娘 谁把你介绍到这来 这我管不着 但是我希望你别跟我们有一点关系 成不成 姑娘 您就算我求你了 成不成啊 不是 你走 这里不欢迎你 走啊 阿姨哥 你们走着瞧吧 迟早有一天 我会让你们趴着来舔我脚趾头的 我走就走 你 这 你说 这也真邪门了 团长 哥 你们 你们也太过分了 小雪 你又忘了自己捅的娄子了 是不是 他去哪儿啊 你干嘛去啊 你们不让人家住屋里 外面那么冷 给一条毯子送信吧 不是 我 你 别管了先睡 先睡吧 这是 或许 她真的不是大老李那个女的 我们这么做 会不会太没有同情心了 这 放心吧 小雪不是已经去送毯子了吗 更不死她的 不过 我 你 没有 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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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开 去吗 在游戏中 鸆子 你别生气了 我心眼哪有那么小啊 其实 他们人都挺好的 只是 经历了那么多事情 我们从汉口 一路来到上海 难得大家还能聚在一起 总不希望 暂时的安定又有变化 我看得出来啊 你们的感情 是都挺好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虽然现在剧团的日子 过得不好 可是 不管外面风大雨大 只要我们在一起 我就觉得特别温暖 就算天塌下来我都不怕 这种感觉 就像 就像一个家的感觉 家的感觉 这种感觉我明白 以前 我哥哥还在的时候 我们全家 挤在那个破毛屋下面 就会有家的感觉 可是 后来我哥哥走了以后 就好久都没有过这种感觉了 你干什么 妹妹 你是不是想哥哥了 我哥哥的声音不是这样的 我哥哥的声音 好像 都记不起来了 可是 我记得他的歌声 走吧 黄汉 不多時 驅似潮雨無迷處 河飛花 無非舞 夜伴來 天明去 來如春夢 不多時 驅似 走 走 走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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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練得不錯 碧玲珑 你的创念作答还是有功底的 导演 一看您就是有眼光的人 所以有你来暖场 应该没问题 什么 让我暖场 怎么 难不成你还想压轴表演啊 可是我在我们剧团一直都是 什么你们剧团我们剧团的 我们花月剧团当家的就是孔燕演 我 又好 剧团排练得很勤奋嘛 冯副队长 真是稀客啊稀客 冯副队长 您要来 怎么不提前通知我一声呢 我好派人到门口迎接您呢 也没什么特别的事 只知道你们负责大帅府的演出 例行检查总是免不了的 应该应该 该怎么查 该怎么问就问吧 这不 所有的表演者都在这呢 方副队长 他们 是团长新收的一个剧团 新剧团 你一直在我心上 如此转弱 如此转弱 安静的手望 无论我走到世界的那一端 闭上眼人 听到你呼唤 转弱 穿越了爱的原乡 是你让我发现了梦想 跌跌撞撞 我在人海里闯荡 心还点着 你无言忧伤 梦总在远方 想念却停在故乡 我们的爱怎能 在泪光里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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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往事的片段 都是往事的片段 如此美好 如此的难忘 梦总在远方 想念却停在故乡 我们的爱怎能 在泪光里沉默 在泪光里沉默 沧桑 午夜梦挥扬 都是往事的片段 如此美好 如此的难忘 如此美好 你在我心上 我心上 在沙默 在泪光里沉默 在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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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